主料,高筋粉200克,春牛奶75克,辅料,黄油35克,盐2克,白糖30克,鸡蛋一个,牛肉松120克,沙拉酱,酵母3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备齐所有材料,鸡蛋打散搅匀,材料按照液体,糖,盐,面粉,酵母的顺序, 依次加入面包筒,酵母埋在面粉中,启动和面程序,我用了两个和面程序,合计一小时,取出面团,能拉出薄膜,启动发面程序,我的烤箱1.5小时,面团发质量味大,取出排气,分成大小相等的12个面团,牛肉松加入沙拉酱拌匀,取一个面团改成面饼,包上馅料收口滚圆, 收口朝下放入烤台中,表面涂上袋液,二次发酵50分钟,发酵至两倍大,烤箱180度提前预热,烤盘放进烤箱中层,闪下火烤20分钟,出炉,烹饪技巧, 一带液要预留一部分刷面包表面,二火面程序和发面程序及时间,实际操作要以烤箱和室温环境而定,三馅料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口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,别忘了按赞哦!